各位,今日的AMWatt News就是在我家录影的 因为我放假,不过我放假就不代表社会会停的 一直都是继续转的,所以都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对于一些社会上发生事情的看法 今天要讲的是这个深水埗大撒币事件 到这一刻为止警方仍在调查,其实没有什么案情上的事情可以讨论的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的就是,为何传媒在这一两天里面 那个焦点仍然只是放在有没有人犯法,或者他犯了什么法 这件事好像没有其他讨论点可以再讲的了 我想了很久,最后我发觉社会上的其他持份者 好像教育界,或者是政党,金融界,甚至乎政府 可能在这件事上,根本上大家都无水可抽 所以最后大家都不提了 变了我们早前活在一个平行时空一样 这件事在民间上闹得容易控控 但是在其他一些社会上可以发声 甚至乎有人听的人来说,他们就没什么意见了 另外一件事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说 今次的大撒币事件,其实如果和原库有关的话 因为很多人都说了,其实你把钱扔到街上 多少都想告诉人有钱 我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原库这个问题,其实在内地呢 我们近两年呢,我每一次听到内地有些原库事件 例如是一些小朋友收很多钱的利是 或者一些年轻人他们开很贵的车 香港呢,大家都会起哄的了 就会不断发表意见,大家都觉得 这件事是不要得的 但是为什么今次这件事在香港发生 大家又好像觉得,其实又好像没什么 或者摘烂的声音呢,我其实真的听得不多 究竟我们又是不是双重标准呢 再说今次这件事呢,也都反映到就是说 香港呢,可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社会 社会也是在改变的 我们小时候很多时候都听到就是说 换星发大财,做人要内念一些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是不是觉得 成名要早,或者找到钱一定别人知道 让自己呢,可以更加出名,更加多的钱 在这方面来说,我自己是没有答案的 因为事实上就算我告诉你 一个答案都好,基本上其实 可能大家心里面呢 想那一套,跟你最后身体上做那一套 可能都是有出入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 我都是给各位自己心里面的解答 不过,明天就要上学的了 不知道如果要上学的学校 他们的先生又会怎样教他们的同学呢 好了,今天跟大家聊到这里 下次再聊